ok 在这边呢 我要跟大家讲解的是 from 4 chapter 4 sets ok 的 paper 2 的题目 so 在往年旧的时候呢 他在早期的时候 或者是你们学校考试的时候呢 他 paper 2 通常都会出类似这样的东西 他 b 之外的 intercept with a 我可以直接一眼看 看到是这一边 a 的部分我通常都可以一眼看看得到 或者是你在这边你放 1234 你的 a 是什么呢 你的 a 是12 然后你的 b 之外是什么呢 你的 b 之外是14 然后这一个符号 cup 下去呢 这个符号我们要知道 这个符号呢 他叫做重叠 ok 这个是重叠 这个我我我 自己本身呢 会给他名字的 我讲 cup 下去就是重叠的意思 然后那个 这个呃所有的都拿完呢 ok 所有的 这个我们就是 union 然后我这一边 a 点一点呢 这个代表的是 之外的 ok 之外的 ok 所以我们就 这一种题目呢 你只要懂三样东西 union全部放完 intercept cup 下去重叠的 然后点一点是之外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 a 重叠 with b 之外的时候 就只有 e 而已 所以就凸黑这个地方 然后接着我在这一边 1234567 通常他的 b 的部分会比较复杂 我的 a 是什么呢 我的 a 是 1245 我的 b 是什么呢 我的 b 是2356 然后我的 a union b a union b 就123 123456 123456 我 c 之外是什么呢 c 的外面是123 123 所以他重叠的有什么地方 他重叠是123 所以我的这一个的答案呢 就会是等于这一边这样 123的这一些范围 这样 ok 好 好 接着在这一边 2006的这一题呢 他要的是 p 之外 然后 intercept with q p 之外 intercept with q 这样就我在这一边 我我我我我 我能够一眼看得到了 但是为了方便大家看得出 p 之外是 234 然后我的 q 是什么 123 所以我的 p 之外 重叠比 q 的时候呢 它是23 所以他的这一个的答案是2 跟3 这一边 ok 好 然后接着 p union q 之外 123 4 p 是什么呢 p 是1 然后 q 之外是什么呢 q 之外是4 所以我的这一个p union p union q 之外呢 是1跟4 然后 r 是什么 r 是34 r 是34 r 是34 这一个是14 它重叠的是10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在这一边 ok 好 接着在这一边他要的是p intercept q p 跟 q 重叠的地方我什么都不用看 我直接这样 这个是 p 这个是 q p 重叠 q 就这一边而已哦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你不用写号码了 然后我们在这边12345 这样 我 p 之外是什么呢 我 p 之外是5 然后 q 是什么呢 我的 q 是35 ok 然后他重叠的话呢 就我的这个p 之外 重叠 with q 的话呢 就只有5而已 所以这边5 r 是什么呢 我的 r 是23 union 的情况之下 他就变成23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是235 就是这样 ok 好 好来 再来这一边我有 y intercept z y 跟 z 重叠 就这一边而已 ok 所以这个我可以一眼看就看到 我都不写了 然后这个 x 之外 12345 x 之外的话呢 是5 我的 z 呢 是345 然后他重叠的话呢 就只有5而已 y 是什么 y 是23 所以我的这一个合起来是235 所以235是在哪里 235是这一边 23 然后还有这一个 5 好 235 这样 ok 好 好 接着我的 p intercept q p 跟 q 这一边重叠 在这一边 然后我的这一个 p 12345 所以我的 p是什么呢 我 p是12 然后我的 q 之外是什么呢 q 之外是15 然后我的 r 是什么呢 我的 r 是45 然后他 union q 之外 union r 的话呢 他是145 所以145 然后12重叠的地方是1而已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1 这一边而已 来 接着我们看这一个 the venn diagram in the answer space show a b 然后 universal set 是a union b 他要我们图 b 之外的 所以b 之外的是这一边哦 这一个就是属于 b 之外的 这一边 好 然后 他要的是 p union r 12345 我的 p p 是什么呢 我的 p 是123 我的 r 是什么呢 我的 r 是34 所以我的 p union r 呢 是1234 我 q 是什么 我的 q 是2345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 p union r 在 intercept with q 的时候呢 他一样的有234 234 所以他是234 所以在这一边 234 就是这样 ok 好 再来这一边的这一题 他要p intercept q p 跟 q 重叠 这一边的这一边有一个 然后过后呢 这一个1234 p 是什么 p 是123 然后我的 q q 是1 r 是34 q union r q union r 是134 q union r 之外的话呢 是2 所以他重叠 只有2而已 所以这个答案是2 在这一边 好 接着在这一题的时候 他的 vang diagram 是这样 他要p intercept with q p 跟 q 重叠的地方 在这里 好 接着在这一题的时候 他的vang diagram是这样 他要p intercept with q p 跟 q 重叠的地方 是1356 1356 1356 我q是什么 我的 q是234 我的 r 之外是什么 我 r 之外是67 所以是12345 所以我的 q union with r 之外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了 union全部放上去 12345 12345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 这个是12345 他重叠的有什么 135 所以是135 在这一边他要的是p 之外 p 之外的话就p的外面了 这些都是属于p 之外的 ok 好就是这样 然后我在这一边 12345 12345 p intercept q p 跟 q 重叠 就只有2这边吧 r r 是45 然后他 union的话 他就是245 所以他在这一边 这一题呢就245 这一边 就是这样 好 来到第 2018年的时候呢 他就跟以前的那些不一样了 ok 我们的那个 2014年之后呢 那个 教育部他就讲我们要k吧 所以他2014年开始 就会有一些题目比较不一样 然后越到后面呢 他就有越多不一样的题目 在这一边他说k是perfect square l 是9625 complete the venn diagram in the below ok 呃 in the answer space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 跟 l 所以 呃 perfect square是什么东西呢 perfect square呢 就是 1 4 9 16 25 36 49 就是整数的square 1的square 1 2的square 24 3的square 94的square 16 5的square 25 6的square 36 7的square 49 然后我的l呢是9625 9 16 25 这个是l 所以我的那个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的l其实是 那一个k的孩子 ok l is a subset of k 然后l是k的孩子 这样 这个孩子 这样的符号 l是k的孩子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呃 他是xyz 然后universal set是x union y union z state the relationship represent by the shared region between x y and z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知道他是x intercept y 这个地方是z 然后2黑的这样合起来 所以他是x intercept y y union with z ok 就是这样 好 我们看2019年的这一题 他的universal set是w union with x st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 and x 所以我的x 是w的孩子 subset 就是这样 然后在这一边p呢是4的倍数 所以我的这个p呢是 144 428 43 12 44 16 5 4 20 然后6424 这样继续下去 然后我的q呢是3的倍数 369 12 15 18 21 然后 r呢是6的倍数 1666 622 6318 6424 然后6530 ok 来这边他还有24 然后这边也是还有一个24 然后这边也是还有一个24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可以看到p 跟q有重叠的东西吗 有12 还有24 然后 然后 呃3的倍数432 622 ok 好 然后 6 6 622 24 30 36 ok 好 所以在这边呢 他们的pq的关系是怎样呢 就是说 呃 我的这个 144 428 43 12 他们一样的这些是12 ok 然后 然后 呃3的倍数4的倍数 3的factor of 3 factor of 6 来我这边我做错了 他的q呢 是factor of 3 q是factor of 3 是1跟3不是multiple 是factor x是factor of 6 就 12 3 6 ok他能够整除了就是他factor 呃3除1 3 3除3 3 3除2 1.5 不对 616 6262 6除2 3 6除3 2 6除6 1 这样 ok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这一个 p q 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的p 和我的这个qr呢 是没有重叠的 然后 这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子集 我q在这一边 他有1 和3 这一个2 跟6 这一个是我的r 我的p 我有4 8 12 16 20 24 然后点点点 这样 ok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说 呃我的element 东西 我要放一个2在这边 放个点在这边 代表2是一个东西来的 如果没有放点的话呢 那就代表那边有两个东西 他的数量 ok 然后如果他是有放点的话呢 就代表他是东西 那个东西在那边 好 接着我们看这一个2020年的这一题 然后 然后 the sheet x 之外 x 之外 是在这一边呢 然后在这一边他说p intercept q 是空级 不等于空级 ok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q 跟r ok pq 跟r 等下 我的题目我代不错了 他还有r 是subset of q r是q的子级 ok 然后 在这一边他这一个还有一个是 and r是q的子级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就是说p 跟q 重叠不等于 这样就讲p跟q有重叠啦 然后r是q的子级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p跟q他有重叠 ok so 这一个他是我的pq ok 这个是pq 他们有重叠 然后r是q的子级 r是q的子级 r是q的子级 r是在q里面呢 所以我可以是讲我的r在这边 我也可以讲我的r在这边 这个是p这个是q 然后r在这边 ok 然后我也可以是这样 这个是p 这个是q 然后 啊甚至是r r是在这一边 ok ok 好 来我看一下 我在这一边 我自己本身画了一二三三个 这样 ok so我的pq r 好 来 呃 其实他还有很多种可能性啊 ok 他甚至可以是这样哦 我p q 自己本身就是这样 p跟q重叠不是子级啊 然后他讲他没有讲他不是他的子级啊 所以我q是p的子级啊 然后我的r又是q那个q的子级 我觉得这样也是符合条件 因为我的这个p intercept q 不等于空击啊 就是这样 ok 嗯 然后我甚至还有更多种可能性哦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 我 假设他是这样 ok ok 我的刚刚我是把p放外面吗 我现在把q放在那边 p放这边 ok 这样我的r我放在这边啊 我r同时是p是q的子级 我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一边这样 这个是q 这个是p 然后我的r我放 这边 ok 然后我也可以是这样 这个是q 这个是p 然后我的r是在这一边 好 很多种可能性啊 ok 好 所以这边我就把那个 呃 sbm 的pasture的讨论完了